今天给大家唠唠曹植啊 这个武将牛逼了 将于人气最高的武将 这个武将你看似漫不经心的 美国和剪剪牌 朋友那主动技能也就是个翻面喝酒 两个技能描述也很朴素 他不怎么地了 确实啊 曹植放现在的环境肯定不强 但是这个武将很有说法 咱先看一技能洛英 你可以获得其他角色 气质或判定的梅花牌 这是全阔第一个剪垃圾的技能 二张是第二个 因为山包比将一出的晚 曹植的作者Fox Airmade 当年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一局三窩杀 焦点在于一把梅花连弩的归属 是不是很有意思 首先三窩杀里面 梅花杀是非常多的 有18张 其他人不管有意无意 你曹植一轮下来 剪个两三张是很容易的 队友也会刻意地去扔梅花牌 敌人肯定是不扔的 但是会反向打断敌人的出牌节奏 敌人会优先使用梅花牌 这有时候就会很限制敌人的排序了 当然这个也不关键 关键在于 排队里面有梅花AK这张牌 这张牌 很容易就会落到曹植手里 一旦给曹植拿到AK 手里面有个三四张杀 在当年的环境 秒一个人是很容易的 如果是忠臣内奸的话 收反贼还能滚血球 那为什么曹植会那么容易 拿到梅花AK呢 我作为他的敌人 我把AK藏手里不就完事了吗 你行是行 但是你真的能藏住吗 这AK放到你手里面 可是占一个宝贵的存牌空间 而且你大概率 肯定会直接挂上自己用的 你自己用 要么被戒刀 要么被拆掉 反正来来回回啊 曹植到最后还是能拿到 很多人就忽视这一点 都觉得曹植拿那么多张杀 也用不出去 还是个短手 打他他翻来覆去的还浪费时间打不死 但是当年很多曹植翻盘局 都是因为曹植的敌人 没有特别注意梅花AK这张牌 莫名其妙让曹植拿到 那就直接被翻盘了 对 只要曹植为外捡了很多杀 那梅花AK这张牌 他大概率就是这局游戏的焦点了 但是现在环境 也不能说微乎起微吧 反正就不用特别在意 不会给你曹植突突的机会 洛植这技能力是吸收度也很高 洛植是什么 洛花呀 那梅花牌其实就代表了花这个意向 射击技能想到这也不是很不容易的 洛神复制曹植写 那这个技能还跟真击的洛神有很大配合 真击洛神过一大堆黑牌 那很多梅花黑牌你肯定是用不出 你只能扔掉 那你扔掉就浪费了 还不如就让我曹植来回收一波 那洛盈扯这么长时间 这就来到我们的酒师了 酒师这个技能保证了曹植的下限 就不管怎么样 我冰死能喝酒 我翻面掉血 我能再翻过来 这一来一回你是不好打死我 你不好打死我 我就能生存 能生存 我就能减排 关键时候 我还能回合那主动喝酒 打一些铁锁 酒树鹰沙 或者是贯日服酒杀这种操作 酒师的利指气候度也是很高的 咱都知道这个曹植啊 在利指上多次喝酒误实 那酒师喝酒之后 翻面的这个负面效果 或者说代价 咱就可以理解为误实 这个技能和曹皮也有点多 曹皮可以主动放逐翻面曹植 但翻面状态下的曹植 受伤也可以自己翻过来 这已经对应了曹植气不成师 免于被曹皮所杀 很有说法 很有说法 OK这是曹植啊 毫无疑问的优秀设计 简单朴素 但不是玄机 什么是玄机 这就是玄机 看似漫不经心 其实缓缓相扣 制酒高垫上 亲友从我游 走马行酒礼 驱车步鱼肉 本事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是的 从我游